今次會有一個4D立體的蘋果糖 蘋果在韓文就是沙瓜 沙瓜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道歉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如果我約了朋友在韓國遲到的時候 我會買一支飲品叫阿芹沙瓜給他 就是早上的一個對不起 所以如果下次大家有朋友做錯事的時候 可以送這個蘋果糖 嘩 它的樣子是一個伏的樣子 它是真的好像一顆蘋果但感覺到是塑膠 嘗嘗一下 是用牙力去咬的 我好像在咬一些咬不出來的橡筋一樣 但蘋果味道是清甜的 香的 小朋友會很喜歡 這個 這個4D蘋果糖是韓國七十不出的 所以如果去韓國旅行中途和女伴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 不要緊 買一包 跟它說韓文有雙重意義的 吃一顆 客客氣 最後今次想跟大家分享的糖就是這個 4D的Cider糖 我自己在韓國就很喜歡喝Cider 到底4D的Cider糖是什麼味道呢 試試看 嘩 我一撕開那條紙就聞到浸浸的Cider味道 它每一顆裡面都有一個綠色的粉紙 它是一個像Cider的罐裝 我們試試看 聞呢 是很聞的 咬下去呢 跟蘋果糖一樣都是咬不斷的橡筋來的 但是呢 吃進口的味道好像洗手間清潔劑的味道 真的好像平時的商場洗手間的味道 我來哄小朋友一流的 但是大人如果是為了吃的話就不推介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喜歡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 我們下次見